一個漢人我對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熟悉 我17歲就做過共產黨的牢 後來我又被共產黨判了刑 其實北京的這種集中營的方式 在中國的漢人中早就實行過 那麼過去從他的牢教 還有這個牆牢 還有包括現在的監獄制度 他都聲稱了他跟世界上不太一樣 他不太一樣的一點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不但要管束你的行為 用這種講成的方式管束你的行為 而且他要對你的腦子進行洗腦教育 這是北京或者過去前共產黨國家 和一般的自由民主國家的監獄 一個很大不同 那麼從進行洗腦教育 他要對你的行為 對你的言論 甚至對你的想法 對你的表情 都要進行嚴格的管理和管制 一旦不符合他的規範 他覺得他就要加以處罰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 這說明北京正在把共產黨長期以來 在中國各個地方行之有效的 這種對人的這種管制 和這種身心的迫害方式 轉移到採取對新疆進行管制 過去我覺得北京可能以為 在改革開放之後的話 他們認為對新疆來說的話 實際上這個陌生地區 只要是他要是有這種 北京認為出格的行動加以嚴厲鎮壓就行了 現在陳全國時代 我看好像是引入了一些新的 就是把過去共產黨 在過去建政以來的 那些對在各個地區 對不光管理人的行為 而要管制人心的方式 把它拿到新疆去 嗯哼 嗯哼